英国历史上待机时长最长的王储查尔斯王子 经历了70年的超长待机 终于在2022年继承王位成为英国国王 也正是这一年 王妃上线了王冠第五季 讲述了王子臭名昭著的卫生棉条门 以及戴安娜的小黑群复仇 这把骚操作 被不嫌失大的网友们热议为往新王身上扔鸡蛋 这一季里65岁的伊丽莎白 依旧在正式与家世的漩涡里挣扎 正是上新时代背景下 英国王室政权受到了新的冲击 家世上 伊丽莎白和丈夫菲利普亲王的婚姻迎来了新的挑战 备受瞩目的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姻 也在这一季走到了尽头 故事一开始伊丽莎白想起她刚继位时 为皇家邮轮不列电尼亚号剪彩时的场景 事实证明她也足够持久 现在的她65岁在位已经39年 但她如今的身体却和邮轮一样 因为年龄变的问题四起日渐不知 与此同时查尔斯收到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来电 称有一篇民意调查将在几日后发表 而谈及查尔斯的却都是年轻精力充沛体恤他人 甚至有一半人都希望她能立即继位 这可把查尔斯高兴坏了 她也希望借此舆论向母亲表述意图 但为了摆脱嫌疑她决定和家人出去度假 秘书提醒她 民众对她的支持很大的原因 就是戴安娜能成为国王王妃 为了获得民众支持尽早继位 她把这次度假成为第二次蜜月旅行 计划确定后她送别了情人卡米拉 对丈夫还抱有幻想的戴安娜 听历史说是蜜月旅行高兴地来赴约 到达机场却发现不止他们一家人 而这两个人又经常出没 卡米拉和查尔斯约会的海格洛夫庄园 上飞机后 戴安娜还是向查尔斯表达了她被邀请的开心 当然他们的这次旅行也引起了民众的关注 媒体面前查尔斯和戴安娜频频秀恩爱 维持他们和睦幸福的家庭形象 但私下里查尔斯自顾自地说着她的作秀路线 戴安娜提出的意见 她一开始还勉强敷衍 之后便不耐烦地准备给难堪 查尔斯还在不停吐槽戴安娜的提议时 她的两个儿子举起了手 在大不列颠尼亚号上度假的伊丽莎白 看到报纸后高兴地跟菲利普分享 而菲利普的注意力全在邮轮传出的意想上 于是她前去船舱查看 得知邮轮多处老化出了问题 已经到了该退休的时候 菲利普向妻子提出替换不列颠尼亚号 因为她已经过了黄金时期 维修需要昂贵的维修费 但这艘船舰对伊丽莎白有特殊意义 所以她不想放弃 查尔斯这边很快收到了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触稿 为了顺利推动事情的发展 她借口形成冲突终止了蜜月旅行 得到消息的戴安娜几尽哀求地找她商量 为此她不仅忍受了她带其他人一起 然而争吵毫无意义 查尔斯还是终止了行程 第二天安妮公主来陪母亲伊丽莎白 她登船的同事报纸也送来了 王室秘书打来电话 让船员紧急撤掉报纸 在安妮公主准备去拿时 船员借口拿错将报纸收了回去 菲利普是最先拿到报纸的 看着报上说大的标题 这时伊丽莎白走了进来 她也选择将报纸藏了起来 接着安妮公主和母亲伊丽莎白 在灯塔欣赏风景时 塔下的侍从官吸引了她的注意 指着一眼安妮就对蒂姆动了心思 但指终就是包不住火 这几日伊丽莎白见周围的人都很奇怪 便叫来秘书询问 在她的施压下秘书坦言 这篇报道还衍生出一个新词 维多利亚女王综合症 是指君主在位过久 会让民众对她甚至对君主制产生厌倦 报纸借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间长 来讽刺现在的伊丽莎白 看完报纸的她带着狗狗出去放松心情 与此同时查尔斯所谓的行程 就是来见首相梅姐 她想获得首相支持 顺理成章让母亲伊丽莎白让位 她借为多利亚和等了六十年才继位的爱德华七世 暗示她和母亲伊丽莎白的关系 梅姐并不接话还装起了糊涂 查尔斯自然明白她的意思 礼貌地笑了笑后 提起过几天的舞会 让她倒是亲自判断现在的王室状况 几天后梅姐如约邪夫人来了苏格兰王室城堡 她先去拜见了女王 而伊丽莎白很重视这次会面 还命运提前准备了红茶 两人坐下后她先提起了几天前的报道 梅姐面带微笑地看着她并没有表态 接着伊丽莎白提起翻修不列颠尼亚号的钱 希望能由政府出 梅姐委婉表示 如今正是经济萧条期 政府开支的每一笔钱都受到严格审查 伊丽莎白无奈提起 她登机时所有宫殿都是继承的财产 只有大不列颠尼亚号真正属于她 而她作为君主对国家做了贡献 却从未要求过什么 这唯一提出的要求 希望她能代表政府支持 梅姐有些触动表示会认真考虑 在稍后的舞会上 梅姐很是居住浑身不自在 一支舞结束先是菲利普找上她 责怪她不同意翻新船舰是对君主制的冒犯 因为她不仅对女王很重要也是国家的象征 这边刚走那边最熏熏的玛格丽特公主走了过来 居高临下地给她讲起王室传统 接着查尔斯也过来 借翻新船舰来暗示女王 最后走过来的是戴安娜 她给首相讲了王室留于表面的虚假婚姻 无论是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 还是她和查尔斯 而家庭崩溃最终会导致王室的彻底崩溃 回去后回想起她今日的见闻 又观察着楼下王室成员的作为 梅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 王室的职责应该是为公众树立家庭生活的榜样 年轻一代又软弱无能为所欲为 她认为现在这种局面 将来势必会影响国家的稳定 王室的故事还在继续 年近七十的菲利普亲王由于身体素质下降 忍痛放弃了最爱的打马球运动 转而研究起驾驶马车 还参与了许多竞赛 这天她和王室成员一同来参加教子女儿的葬礼 爱女离世让佩妮伤心不已 菲利普看到这一幕深受触动 晚上菲利普向妻子提起 教子诺顿痛失爱女的不幸 善解人意的伊丽莎白劝她前去探望安慰 却不知一段孽缘就此开始了 次日一早菲利普来到诺顿家时 佩妮告诉她丈夫刚刚外出了 准备打电话叫她回来时 菲利普阻止了 称此次来就是为了看她们是否安好 随后又递上了一束橱橘 两人拿着橱橘向佩妮女儿目前走去 一路上菲利普不断安慰开解 并提议她女儿的名义 成立一个慈善机构 而这佩妮却早就想到了 说完这些安慰的话 菲利普还建议她找一个爱好转移注意力 一番交谈后 佩妮心情明显好了起来 送菲利普离开时 她忽然想起自己仓库 留有一架老实的马车 称是丈夫专门留给菲利普的 那辆马车虽破损严重 但菲利普还是兴致满满 围着她一番打量后 她表示会派人将她取走修复好 同时还有了另一个想法 最终在菲利普的劝说下 原本对驾驶马车没有兴趣的佩妮决定试试 回去后的菲利普 翻阅相关书籍绘制修复草稿 亲自监督工人修复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这辆残破的老古董 终于修复完成了 她叫来佩妮看马车街步 一辆激进崭新的马车在眼前亮相 接着她带佩妮试驾 还亲手教她驾驶马车的技巧 途中还故意将马车赶到水中 刺下溅起的水花 彻底让佩妮的心情放松了下来 与此同时戴安娜也在忙碌她的事情 她应朋友之邀去参加医院的慈善活动时 被一名叫莫顿的记者盯上了 可惜她与戴安娜并不认识 便找到戴安娜的朋友詹姆斯 称她打算写一本关于戴安娜婚姻的书 揭露她婚后生活的种种不幸 戴安娜得知后本不愿意 她不想因此引起一场战争 可詹姆斯却告诉她 这本书已经在写了 而所有信息都是出自查尔斯的朋友 而且可以保证她不必与莫顿见面 接着她又说起他们的计划 由她作为中间人 将问题带进来 戴安娜将自己的回答录下来 再由她带出去交给莫顿 想让外界知道自己处境的戴安娜 最终同意了 就这样三人的秘密行动开始了 看着眼前的录音机 沉默片刻的戴安娜缓缓开了口 查尔斯整日和情人卡米拉私混 她为此质问过丈夫 也向伊丽莎白求助过 没有任何结果 她提起婚礼当日 早红毯时 她对丈夫查尔斯充满了爱意 记者问起之前 被问及他们是否相爱时 查尔斯曾亲口回答 如果这算是相爱那就是吧 对这个回答 她是什么感受 她也曾想过带着孩子离开 但王室是不可能同意的 对着录音机 戴安娜将她所遭受的痛苦 全部倾倒了出来 无论是这段婚姻 还是整个王室家庭 都让她倍感煎熬 就连莫顿都为此感到震惊 好友詹姆斯也颇为心疼 为了不连累戴安娜 莫顿主动提出采访她身边的人 借此撇清戴安娜与这本书的关系 然而事情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这天先是詹姆斯骑车来 肯兴顿宫的路上 被一辆白色面包车撞倒 接着莫顿家中被人翻得一片狼藉 戴安娜得知后越发不安 她之前就感觉通话时 电话里时不时有杂音 她怀疑自己被监听了 于是她命人对卧室进行全面检查 詹姆斯平安无恙 安慰她这些可能都是巧合 这时公共菲利普打来电话约她见面 两人刚见面 菲利普便开门见山地提醒她 菲利普表示他们像一个体制 无论好坏他们都被困在里面 但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戴安娜听完缓缓开口 等到满意答案的菲利普转身离开 不久后莫顿撰写的关于戴安娜的书 还是出版了而且畅销数百万册 但他坚称戴安娜没有参与其中 当记者询问莫顿把王室置于危机中 是否有负罪感时 他是这样回答的 他甚至预言戴安娜和王室之间的和平 维持不了多久 他们之间的战争终将彻底爆发 有人想离开王室的束缚 就有人想挤进王室上层圈子 而这个人就是埃及富商穆罕默德 时间回到1946年的埃及 穆罕默德和弟弟一起在足球场贩卖可乐 年轻帅气的他吸引了不远处的女孩 话还没说两句女孩哥哥就走过来阻止 本是准备起冲突的两人 话锋一转开始商量合作卖可乐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欢呼声 原来爱德华巴士到了 他是英国前任国王乔治六世的哥哥 为迎娶他身边的辛普森夫人选择退位 也是现任英国国王伊丽莎白的大伯 穆罕默德看着远处的爱德华巴士 眼里充满了向往 因为埃及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父亲很是痛恨英国人 穆罕默德却并不认同父亲的想法 那些英国人之所以能被人视为神明 是因为他们拥有见识利益还有权利 他也真的在为此努力 很快他就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富商 还迎娶了美丽的妻子 生下了儿子多迪 转眼到了1979年 年近50的穆罕默德在收购 位于巴黎的利兹酒店时 因为出身遭到了歧视 上来就被叫错了姓氏 接着双方商议时 他更是略带羞辱的质疑钱款来源 去银行申请贷款本是常事 但他却用祈求来形容 穆罕默德有些生气 亮出银行的担保证明后 他起身准备离开 迫于金钱压力负责人出言将他叫住了 很快立自酒店重新开业了 开业舞会上一位黑人服务生引起了穆罕默德注意 为了不破坏格局 他让儿子将那人赶走 多迪无奈只能照做 回来后他告诉父亲 那名黑人服务生名叫西尼 曾给爱德华巴士当过30年的私人侍从 正愁不能接触上流社会呢 这机会不就来了 次日他叫来西尼 让他作为私人侍从 教授自己英国礼仪和社交 于是他就像之前爱德华巴士教他的那样 从书籍下午茶衣服到马球高尔夫 一一给穆罕默德讲解 一切学得差不多后西尼告诉他 若他们能和王室搭上关系 那通往任何地方的大门都会为他们敞开 而现在他们最能接触到王室的地方 就是马球场上 于是穆罕默德花大价钱买了马 到现场却发现他离女王还是很远 作为赞助商坐在女王身边理所应当 回去后他便跟儿子上映 准备花费6亿英镑收购哈罗德百货公司 多迪对他的商业计划并不关心 但关心他做了这些后 是否还有钱来让他做他喜欢的事 而这件事便是他筹划已久的电影 起初穆罕默德并不同意 这句话戳中了穆罕默德的心声 二话不说同意了下来 这个电影就是著名的烈火战车 还获得第54届奥斯卡金像奖 穆罕默德看到电视里儿子投资的作品获奖后 搂着悉尼激动不已 次日得知辛普森夫人去世的悉尼伤心不已 穆罕默德带着他来爱德华巴士的住处吊宴 得知这座城堡英国王室无权收回 因为他隶属法国政府 于是穆罕默德便找到法国政府将他买了下来 若他能将此处修缮好交还英国王室 便可借机结识女王 他没想到的是 因爱德华巴士存在争议 伊丽莎白不便前往就拒绝了邀请 派秘书前去收回了原属王室的东西和信件 穆罕默德的愿望再次落空 不久后悉尼重病不起 这个陪伴自己多年的侍从 早已是朋友般的存在 尽管他细心照料 但悉尼还是因病去世了 穆罕默德将他安葬好 还在他的碑上刻上了国王的侍从 下一届马球萨很快就来了 作为赞助商的穆罕默德 本应该坐在女王身边 但伊丽莎白进场时 看到了好友波齐 就安排戴安娜王妃与穆罕默德同坐 平易近人的王妃很快就和他攀谈了起来 两人欢声笑语不断 这时多迪过来跟戴安娜打招呼 人虽回去了 但心却留在这了 他时不时向戴安娜望去 殊不知一段缘分也就此开始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着 马格丽特像往常一样参加广播采访时 主持人提及初恋话题 马格丽特有感而发 撑到了一定年龄后 人喜欢回顾过去 把年轻时候的那些爱梦想和激情 放到整个人生背景下去审视 听到采访的彼得汤森 当即拿出纸笔给马格丽特写了一封信 邀请他参加前卫号战猎剑的工作人员 重聚招待会 明面上是参加招待会 实际这艘船舰是两人相爱的地方 马格丽特拿着性激动的来找姐姐伊丽莎白 得到的却是提醒 伊丽莎白提醒他彼得现在有幸福的家庭 还有孙子孙女 马格丽特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随后他精心打扮来参加宴会 与其他将官握手时 眼不自觉地瞟向彼得 带来到彼得面前 阔别三十五年的两人再次见面了 众人相聚一堂欢笑声不断 可他们在意的也只有彼此 而王室成员到场参加的 不止马格丽特一人 还有安妮公主 他此行是为了新男友侍从观地母 两人聊天时 马格丽特深知他们在一起会遭反对 便鼓励他勇敢去争取 这时彼得鼓足勇气起身邀请他跳舞 欢快的氛围下两人很快放松下来 看着依旧自意张扬的马格丽特 彼得忍不住红了眼眶 舞会结束彼得打算将之前 马格丽特写给他的信归还 不是为了一刀两断 马格丽特回去后拿出了尘封许久的信件 这些是彼得之前写给他的 他看着信中的内容 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 他们在船舰上相爱 在草地上策马狂奔 在河边忍不住拥吻 在温莎城堡里开始地下情 可这一切随着王室介入戛然而止 他满怀期望地向姐姐伊丽莎白提出请求 却因受王室规则所限被强行分开 而他手里最后一封信 便是彼得告诉他自己要结婚了 看完这些马格丽特久久不能平静 与此同时伊丽莎白迎来了他登记以来 最糟糕的一年 先是儿子安德鲁王子来找他 希望他能同意自己结束婚姻 谈起妻子莎拉多次出轨 甚至还有不雅照片流出 可对于这一切他不怪妻子莎拉 他认为主要原因在王室 伊丽莎白没有否认 他欣赏莎拉的现代亲和和有趣 还有充满感染力的笑声 安德鲁直言他们这个家庭 最擅长的就是摧毁这些与众不同的人 这些人都只是他们向民众展现的工具 而这样的教训也在他们中间不断重复出现 接着安妮公主来找他 是为了跟蒂姆结婚而来 伊丽莎白有些惊讶 毕竟安妮跟丈夫马克的离婚协议才签没多久 而且教会规定王室成员在前任还在世的情况下 不得再嫁娶 当初玛格丽特就是为此跟彼得分开了 安妮表示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她一直尽职尽责地完成使命 把责任置于她的一切之上 但她不想再为此牺牲自己的幸福 安妮准备离开时 看见时不时偷看的庸人 她直接当着他们面拥吻了蒂姆 以此表明决心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 查尔斯找到了她 原来关于戴安娜的那本书一处 查尔斯的风评便急转直下 甚至还有民众用黑马王子来挖苦她 饱受争议的查尔斯 就想借此与戴安娜正式分居 而她这十一年间跟卡米拉私混是只字不提 伊丽莎白直言对于安德鲁和安妮的婚姻 她深感同情 而她作为未来王位的继承员 再加上她的所作所为 伊丽莎白直接驳回了她的请求 查尔斯见状将一切过错都怪在了戴安娜身上 还表示戴安娜早晚会毁掉一切 接着提起其他王室成员离婚的例子 怪罪伊丽莎白用道德和规则将她困在婚姻里 伊丽莎白深感无力便来找牧师交谈 她觉得自己成了最失败的那种父母 可牧师也帮不了她 伊丽莎白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了 为此伊丽莎白深夜虔诚地跪在床边祈祷 然而上帝向她开了个玩笑 温莎城堡突发大火 现场火势猛烈浓烟滚滚很久才得以扑灭 她站在废墟中久久未冻 直到菲利普感到伸手拥抱了她 另一边玛格丽特公主跟初恋男友彼得漫步临间 彼得对温莎城堡遭受的劫难表示遗憾 而玛格丽特更关心的是 就是说她已经时日无多了 这也是她主动迈出这一步的原因 她想知道他们的爱情 放在整个人生的背景下回顾 马格丽特用眼神回答了她的问题 彼得低头亲吻她后转身离开了 回去后的马格丽特来见了伊丽莎白 此时电视中正在讨论王室是否会用民众税收修缮城堡 马格丽特问其火灾原因 伊丽莎白表示是保险丝熔断导致的 马格丽特顺势开启玩笑 阿加沙克里斯蒂是英国著名小说家 代表作有东方列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 马格丽特说起无论是饱受煎熬的戴安娜 还是对母亲充满怨气的安德鲁 甚至是她自己都有想烧毁那里的理由 而她的理由就是 伊丽莎白当初阻止她与彼得在一起 她本该有一段幸福时光的 当伊丽莎白再次以女王的身份表示身不由己时 马格丽特质问她 为什么同样的禁令没有延伸到安妮身上 无论是马格丽特和安妮的身份 还是彼得和蒂努的身份 甚至他们都有一人离一起前任都还在时 也就是说除了结果之外 这两段关系的各方面都一模一样 马格丽特指责姐姐伊丽莎白 哪怕过去四十年了 她始终不肯承认伤害了自己 面对妹妹的指责她无言以对 随后她为庆祝在位四十周年午宴准备发言稿时 她不断删改最终决定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 王太后看过后来阻止她 她觉得这篇情绪化的文章会引发争议 而她准备向家人道歉的话 也让王太后觉得荒唐 一旁的菲利普听不下去了 出声打断两人谈话 表示支持妻子的决定 接着伊丽莎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表了演讲 她直言过去的一年是可怕的一年 还向家人表达了歉意 同时也感谢他们为王室做出的牺牲 电视机前的玛格丽特看完 也渐渐放下了多年心结 之后的通话中两人重归于好 这天查尔斯写稿子时 忽然想起了卡米拉 便给她打去了电话 接到电话的卡米拉丈夫鲍尔斯 习以为常地让她稍等一会儿 然后示意卡米拉去房间接听 查尔斯本是询问她对稿子的意见 聊着聊着就开始骚话连篇 而这正巧被一名业余无线店接听员听到了 她意识到这段话的价值后 果断地按下了录音键 之后她便拿着录音带卖给了报社 担心影响王室的婚姻 报社高价买下后决定暂时封存 时间来到三年后 查尔斯和戴安娜找到伊丽莎白 向她正式提出分居请求 两人心意已决她无奈同意了下来 未将影响降到最小 白金汉宫发言人和首相梅杰 同时对外发表声明 称两人和平达成分居协议 且暂时没有离婚打算 虽尽了最大努力 但影响还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温莎城堡被烧 王室婚姻频频出现问题 只是民众对王室逐渐失去了信任 甚至开始质疑君主立宪的正确性 于是在首席秘书的建议下 伊丽莎白同意成立一个非官方的作战委员会 成为前进之路小组 来确保王室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存下来 会议上离开婚姻束缚的查尔斯侃侃而谈 伊丽莎白都有些惊讶于儿子恢复的活力 然而好景不长查尔斯和戴安娜分居的消息传出 报社再没了顾忌 便将录音放了出来 一时间报纸上都是她跟卡米拉的通话内容 而且内容极其私密 查尔斯接下来的回答 让看到报纸的首相梅杰都无法理解 最经典的话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卫生棉条丑闻 这则录音曝光后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事人查尔斯也因此病倒了 唯一来安慰她的只有妹妹安妮公主 但等尴尬和恶心的感觉过去后 她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但其他人不是这么想的 其中就包括菲利普 在《前进之路》小组的会议上 她阴阳怪气地数落查尔斯 他甚至提起维尔士皇家军团的真言 宁可死不可受辱 接着查尔斯被他赶出了会议厅 为消除负面影响改善他的公众形象 他的顾问团体给出意见 让他接受正式的电视采访 而采访人他们选了乔纳森丁伯白 因为他素来认真直率 具有独立意识 他采访会让民众 知道这不是王室的一场作秀表演 但有利也有弊 就是说丁伯白一定会问起婚姻问题 为长远考虑查尔斯接受了这次访谈 他先是谈了自己对君主立宪的看法 表示英国君主不应该只代表英国国教 还要代表犹太教等其他教会 然而话题很快就转到了 与戴安娜王妃的婚姻上 查尔斯表示他在婚姻初期 对婚姻始终保持忠诚 卡米拉也只是他的一位亲密朋友 在电视机前观看采访的卡米拉 尴尬地不敢直视旁边的丈夫 电视机里的查尔斯继续表示 他当时想尽力旅行丈夫的职责 查尔斯的话解读出来 就是他不是一开始就出轨 他们还是有几年相爱的岁月 这期间他和卡米拉 一直是朋友的安慰和帮助 只是后来婚姻逐渐破裂 他们之间才转化为了爱情 此番采访一出 一部分民众对查尔斯有了改观 认为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王子 另一部分则认为他将错误扩大了 戴安娜对这次事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却在第二天出席活动时 穿着复仇小黑裙亮相 就英国王室来说 穿应遵循传统和维护形象 必须恪守社交礼仪和场合的合适性 而黑色在正式场合下代表葬礼 裸露双肩的小黑裙更是不被允许的 戴安娜此举释放自我性格的同时 彻底打破了英国王室的社交礼仪 而此事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 被媒体戏称为不起眼的女人 她在门口长枪短炮的攻势下 黯然搬家离开 在与首相梅杰的会面上 伊丽莎白对查尔斯想通过多民族信仰 来获得选民支持表达反对意见 她认为君主是统一的象征 不应该像政治家一样追求选票 这边查尔斯紧锣密鼓地开展自己的改革工作 建立了王子信托基金 用来改善若是青少年的生活 帮助了一百多万名青少年发挥他们的潜能 向社会回馈了将近14亿英镑的价值 时间回到1917年3月 因为圣彼得保武装起义胜利 末代沙皇及其家属被逮捕 关押在商人伊帕迪耶夫的寓所 他遇见未来形势不容乐观 他向时任英国国王的表弟乔治武士求助 希望能为他们在英格兰提供避难所 英国议会同意后应担心民众的看法 首相将事情禀报乔治武士 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他看过后却将决定权交给了妻子玛丽王后 也就是伊丽莎白的祖母 这边尼古拉二世和妻子被人从睡梦中叫醒 他们大喜国王 然而事情跟他料想的并不一样 他们被以拍照报平安为由骗到了地下室 缓怀希望准备迎接新的生活时 一群士兵冲下来将他们尽数屠杀 随后他们被拉往野外草草埋藏 与此同时乔治武士在跟亲卫们 沉浸在猎鸟的快乐中 得到消息的玛丽王后满眼含泪 时间一晃来到1991年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 他也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任民选总统 英国首相梅杰 作为第一位访问俄罗斯的西方领导人 回来后向女王汇报他的见闻和感受 叶利钦深受其人民喜爱无庸置疑 因为他不是在喝酒中 就是在醉酒后 不过这些都只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叶利钦有明显的轻音轻响 还希望能收到白金汉宫的正式邀请 伊丽莎白兴致满满地将事情分享给丈夫菲利普 却只得到了几句轻飘飘的敷衍 因为此时的菲利普正在收拾东西 准备外出参加活动 其中还包括两个马车驾驶竞赛 收拾完东西的菲利普急匆匆离开了 而陪同他一起外出的还有佩妮 看着电视机中神采飞扬的丈夫 伊丽莎白脸上不自觉也流露出了笑意 而他很快也要忙起来了 他准备正式会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跟助理商量具体细则时 助理提起了一个敏感问题 那就是叶利钦年轻时 曾奉命拆除了伊帕蒂耶夫故居 也就是处决尼古拉二十一家的地方 很快叶利钦如约到了白金汉宫 练习上他先是表达了对君主制的支持 又称赞起俄国沙皇时代 企图拉近与伊丽莎白的关系 伊丽莎白顺势提起 伊帕蒂耶夫故居 叶利钦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随后他表示当时拆除那里是奉命行事 由不得他做决定 伊丽莎白当即提出要求 叶利钦勉强挤出笑容答应了下来 伊丽莎白得到承诺 也答应了出访俄罗斯 接下来的拍照环节 叶利钦也用他的碎碎念表达了不满 伊丽莎白没有动怒 是因为他听不懂 而翻译又尽量在旁边圆场 不过答应的是叶利钦还是立马去办 回到莫斯科后 他便派人去挖掘罗曼诺夫一家的遗体 虽然很快找到了人骨 但因他们当时被埋在了一个乱葬坑里 所以很难辨别身份 他们需要一些帮忙 希望得到一些菲利普的DNA 因为菲利普的曾祖母便是沙皇尼古拉的妻子 恰巧菲利普此时刚刚结束活动 回到了白金汉宫 当他意识到伊丽莎白 也许根本不知道提取DNA的方法时有些失望 之后他却将提取DNA的全过程耐心地讲给了佩妮听 听着他小迷妹式的恭维话 菲利普很是受用 对于自己有血缘的家族 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回去后他彻底沉浸在家族历史里 看到他这样的伊丽莎白很是高兴 认为他们现在有了共同的兴趣 甚至还幻想通过访问俄罗斯 改善两人的关系 然而终究是他会错了意 飞机上伊丽莎白为了调节气氛 给菲利普讲起了冷笑话 菲利普短暂停顿后敷衍了一下 国宴上伊丽莎白满眼都是丈夫 可菲利普自始至终都没看她一眼 与此同时因为尼古拉斯二世遗体未能准确辨别 叶丽莎也并没有完全掌控俄罗斯 以这个地方政府间不断争执 答应伊丽莎白安葬沙皇一家的承诺一拖再拖 菲利普置身事外地安慰她 伊丽莎白借机提起最近根本见不到她 菲利普却表示自己很忙 除了日常的事物之外 她还在探索当年的真相 又提起她为这场婚姻牺牲了很多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自主权甚至是信仰 过着一种很孤独且没希望的生活 菲利普表示她为此只能从别处寻找陪伴 伊丽莎白简直不敢置信 菲利普坚称佩妮给她的是精神上的陪伴 他们之间很纯洁 而且佩妮忠于她的婚姻 不会危机到她什么 菲利普不仅不同意结束这种关系 还提出了要求 为了避免媒体误会乱写 她表示伊丽莎白还可以从佩妮那里 得到一些关于罗曼诺夫一家的信息 回到英国后 伊丽莎白邀请佩妮来白金汉宫 两人聊起米古拉斯二世的死因 佩妮拿出了1917年首相 写给英国国王乔治武士的信 她自以为是的称玛丽王后 是因为嫉妒沙皇妻子的美貌 才不愿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伊丽莎白对她这推测感觉可笑 当时若为罗曼诺夫一家提供庇护 对当时的英国可能是更大的威胁 而玛丽王后得知他们遇难时 同样悲痛不已 但身为统治者她只能隐藏情绪 随后伊丽莎白借马车爱好 暗示了她和菲利普的关系 佩妮自然明白其中意思 她表示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丈夫 伊丽莎白听完表示 伊丽莎白说完走出房间 努力深呼吸维持她女王的体面 她来到房间站在当初 玛丽王后站的地方 身为统治者 他们都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情绪 而佩妮和菲利普的这段缘分 持续了整整46年 直到菲利普亲王去世 佩妮还获得了参加她葬礼的资格 不久之后佩妮陪同伊丽莎白出现在圣诞节现场 此事结束 梅杰向伊丽莎白汇报 叶利钦打来电话表示 尼古拉斯二世一家的遗骨 分辨已经完成 现在可以安葬 而俄英两国也借此恢复了友谊和合作 眼看要到自己47周年结婚纪念日了 备受打击的伊丽莎白询问梅杰 维持婚姻长久稳定的方法 梅杰提起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一句话 不要试图改变对方 也不要干涉对方灵魂 伊丽莎白听完若有所思起来 镜头一转 她在房间开心的逗狗 菲利普则坐在书桌前 故事回到戴安娜 自小黑群事件后 她的情绪越发不稳定 出席活动的她被众人簇拥 整个人闪闪发着光 独自一人是空虚和孤独全部洗来 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她有些偏执 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威廉要去寄宿学校上学 她彻底没了能说话的人 送威廉上学当天 戴安娜和查尔斯久违的同框了 面对威廉的紧张 戴安娜上前暖心安慰 这在查尔斯眼里却是控制 两人不可避免的又发生了争执 但爱鱼记着在场 两人很快就平息了 临走前戴安娜安慰她 若觉得孤单就看看窗外 像远处的奶奶挥挥手 而此时伊丽莎白刚好站在窗前 再感叹威廉长大了 还请秘书安排 邀请威廉来吃下午茶 回去后的戴安娜 唯一可以倾诉的人 就只剩针灸师了 听说她丈夫几日后 有一场手术 戴安娜坚持要陪她一起去 两人通话时电话里 又传来了杂音 她没过多理会便赶去了医院 手术结束后 医生可汗出来告知他们 手术顺利病人情况稳定 相较于担心不已的针灸师 戴安娜却被出来的医生吸引 她对韩医生的兴趣不止一点点 戴安娜回去后 跟儿子威廉通电话时 得知女王邀请她去吃下午茶 便希望儿子替自己说几句好话 她认为伊丽莎白在生自己的气 这时电话里又传来了一阵异响 戴安娜感觉自己被人监听了 便叫来秘书询问调查结果 秘书称她已经让人去查了 但没有任何结果 戴安娜依旧感觉其中有问题 让秘书将灯视野检查一遍 这边威廉如约来跟奶奶伊丽莎白吃下午茶 她讲了很多在学校的见闻 当伊丽莎白问起她关于父母的问题时 对爸爸她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对妈妈戴安娜则是有些担心 她把妈妈拜托她的话说了出来 伊丽莎白表示到处都能看到她的行踪 也欢迎她随时来找自己 而戴安娜为了吸引韩医生的注意 她借看望朋友频频出现在医院 还跟其他病人聊起了天 她强大的亲和力 让这里的医护病人很快都喜欢上了她 韩医生当面对她表示了感谢 并邀请她共进午餐 只不过碍于条件限制 所谓的午餐只能在贩卖机上解决 他们吃着薯片巧克力聊着天 戴安娜得知她是巴基斯坦人后 说起她访问巴基斯坦的经历 提起当地的景点和习俗 还借机表露心意 说着戴安娜还邀请她一同看电影 戴安娜表示她有办法 转眼到了看电影当天 戴安娜一番打扮 连韩医生都没有认出来 两人在漆黑的电影院里 暧昧的氛围下 韩医生伸手握住了戴安娜的手 她则顺势靠在她肩上 看完电影两人返回了戴安娜住处 韩医生给她模拟起胸腔手术的过程 眼见气氛到了戴安娜开始了暗示 韩医生自然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可两人相差实在太大 她忙起身准备逃走 她不明白戴安娜怎么会看上自己 她就是一个普通医生 戴安娜说起自己的处境 说起自己的孤独和无助 韩医生有些心疼地望向她 上前吻了她后才离开 沉浸在幸福里的戴安娜 不知道的是有人盯上了她 而这个人就是BBC的记者马丁巴西尔 由于接触不到戴安娜 她便把目标对准了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赛 碰巧当时斯宾赛的个人信息 被她的前安全顾问沃勒出卖 这给了巴西尔机会 她找人伪造了几张假的银行账单 拿着这些东西来找斯宾赛 先是亮明自己BBC记者的身份获得信任 接着她称这些账单显示 给沃伦付款的是几家离岸公司 他的意思是 缩使沃勒泄露信息的是 英国军情无处的人 而他们最终的目的是针对戴安娜 巴西尔又拿出另一张假对账单 称戴安娜也跟他有着一样的近况 斯宾赛听完有些慌了 但在巴西尔走后 他还是给BBC其他人打去了电话 殊不知这是两个人早就商量好的 在得到保证后 斯宾赛紧急约见了戴安娜 戴安娜开车赴约时 被旁边车上的人认出 为了躲避拍照的人 他加速离开却发现刹车失灵了 虽然最后安全无恙地停在了路边 可他还是被吓得不轻 他惊魂未定地来到弟弟家 斯宾赛将巴西尔的话都说了出来 戴安娜想起电话里的杂音 想起刚才施灵的刹车 他开始相信真的有人在对付自己 于是同意了巴西尔的会面要求 巴西尔告诉他 据他从朋友那得到的消息 王氏在一年前 便展开了针对他的行动 最终目的是逼他移居国外 见两人都已经相信 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当然他推荐的就是自家公司BBC 戴安娜有些动摇时 被弟弟斯宾赛劝住了 最终戴安娜决定再考虑一下 临走时他问了巴西尔是哪国人 得知他是巴基斯坦人后 戴安娜明显来了兴趣 这个变化被巴西尔敏锐地捕捉到了 回到报社后 他和上司汇报今日见面的情况 他认为戴安娜已经在心理防线边缘了 只要他再加一把火 这件事说不定就成了 而他决定从自己巴基斯坦的身份下手 几天后 戴安娜在地下车库与巴西尔见面 巴西尔又伪造了几张账单 包括戴安娜私人秘书收款的账单 见戴安娜还有些犹豫 他开始提起自身经历 称她一个黑人混进都是白人的BBC 付出了前辈们几倍的努力 但依旧遭受排挤 戴安娜一下感觉自己的境遇被理解了 巴西尔又趁机说出了一句巴基斯坦谚语来安慰她 急需为自己找一个发泄口的戴安娜 决定接受采访 故事到这里我们简单了解一下BBC BBC又称英国广播公司 自1922年成立 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媒体 1953年伊丽莎白在西敏斯的登基大典 就是由BBC进行的现场转播 但即使是这样的老牌广播公司 当时也因为新电视的增多开始走下坡路 于是BBC高层会议上 主席杜克和总会长约翰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杜克坚持秉承一贯作风 继续奉行教育大众的理念 但约翰却认为BBC要顺应时代 寻求变化提高收视率 而白金汉宫内作为BBC的中视粉丝 伊丽莎白依旧守着那台几十年的破电视 而且只光看BBC一个频道 但最近电视机频频出问题 她趁威廉来时让她帮忙看看 威廉对这台上了年纪的电视也是束手无策 建议她买个新电视 这样还可以看其他卫星频道 伊丽莎白却执意不肯 还将更换电视频道视为叛国 几日后伊丽莎白在为她的首席女官苏珊庆祝生日时 得知她最爱的赛马节目 被其他卫星频道以高价买走 不再由BBC播放 她一时间有些难过 她向丈夫杜克提议做一些称颂女王的节目 杜克是坚定的女王拥护者 当即答应下来决定过几日找约翰商议 这边巴西尔向上司汇报 戴安娜同意接受采访 但提出在播出前她要通知女王 巴西尔答应后便开始准备拍摄 拍摄时间定在了篝火之夜 篝火之夜又称盖伊福克斯之夜 是英国的传统节日 它是为了纪念1605年 天主教反叛分子盖伊福克斯 密谋炸毁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事 后被守卫发现已知密谋失败 篝火之夜英国民众会自己制作盖伊福克斯 再把它放到篝火上焚烧 以此来庆祝阴谋的失败 戴安娜之所以选这一天 是因为这天是她身边工作人员最少的一天 事关重大上司不敢定夺 便带着巴西尔来找台长约翰 巴西尔向约翰讲述了采访戴安娜的计划 但隐瞒掉了她在其中的作假行为 约翰虽然想提高收视率 但把BBC提供给带有私人目的的戴安娜 这无疑会带来很多争议 她决定找主席杜克商量 不久约翰和杜克在餐厅见了面 杜克想做一期歌颂女王的节目 这种向王室示好的行为引起了约翰不满 两人意见不和不欢而散 而约翰走出餐厅后做了决定 巴西尔得到消息激动不已 眼看自己就要出名了 可这时斯宾塞却从他们之前的聊天笔记中 发现巴西尔的话自相矛盾 赶紧给姐姐戴安娜打去了电话 让她退出这次采访 巴西尔跟戴安娜再次见面时 看出她有些动摇 便表示自己早就猜到了这种结果 然后又提起她选的时间 表示她内心深处是想要反抗的 戴安娜可能没有这意思 但在巴西尔的一番忽悠下 她都有些怀疑自己了 巴西尔趁热打铁城斯宾塞也可能被收买了 这么快就改变心意简直太不合理了 最终她说服了戴安娜如期接受采访 篝火之夜等工作人员离开后 巴西尔等人伪装成装音响的工人混进了肯兴顿宫 而此时王室众人都相聚在篝火之下欢笑声不断 查尔斯和卡米拉也在烟火下拥吻 唯独戴安娜独自留在肯兴顿宫 她将多年婚姻的真相在镜头前一样说了出来 采访完后巴西尔立刻带着影像 跑去了英格兰东南一个小镇上 在那里租了一间房间 台长约翰随后赶来 他们谨慎地将窗帘拉好 开始观看这段采访 内容之劲爆让约翰都有些震惊 巴西尔正幻想这会是他职业生涯最成功的新闻时 约翰给他泼了一盆凉水 采访一旦播出势必会对英国王室造成伤害 约翰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 又在巴西尔的劝说下 他下定决心将采访播出 与此同时伊丽莎白也妥协了 白金汉宫换上了卫星电视 可他却发现他连遥控器都不会用 这时秘书进来汇报 戴安娜请求见面 正高兴的威廉听到一脸担忧的起身 借口家庭作业走了出去 伊丽莎白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晚上两人见面时 戴安娜直入主题的提起接受采访的事 她又说起王室其他成员的无视和冷漠 伊丽莎白并不认同 觉得这些老生常谈的话 为什么时不时还要提起 就算有问题需要澄清 也应该在私下不是在公共平台 戴安娜表示自己曾数次找他 想谈一谈这段婚姻 可他都没有时间 伊丽莎白则告诉她 是因为自己很忙 而她也收到过很多关于戴安娜不满的言问 但她都坚定地反驳了 伊丽莎白还告诉她 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 戴安娜有些动容也有些后悔 但一切都晚了 伊丽莎白向她提起威廉 最后伊丽莎白表示播出那天 是她跟菲利普结婚48周年纪念日 他们是不会看的 几天后采访准点播出了 杜克本以为是给王室的赞歌 没想到却是一颗炸弹 一时间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 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此次采访观看人数超过了2300万人次 戴安娜也在其中说了很多 其中包括她的产后抑郁 受到其他成员的冷漠对待 以及精神性暴食症困扰 还有丈夫查尔斯的不忠 戴安娜还评价查尔斯不适合做国王 看到采访的众人各怀心事 玛格丽特对她的遭遇感到同情 首相眉睫是无奈 查尔斯则是当即暴怒 甚至还抹起了眼泪 威廉有些难过的同时也有些不知所措 次日各电视频道 纷纷谈论起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 矛头直指王室 杜克也亲自来到白金汉宫请罪 辞去了BBC董事会主席一职 镜头一转伊丽莎白 看着电视机里的各种娱乐节目 还是让威廉调回了BBC 戴安娜采访播出后 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同情她的遭遇 站在她这一边 可不久后她的私人秘书 她身边所有的人都离开了 其中也包括韩医生 留下的只有无处不在的狗仔 而这件事的最终结果 就是伊丽莎白同意了他们的离婚请求 她最后还表达了自己的期望 伊丽莎白的信里提到 这是所有人达成一致的想法 也就是说在这段婚姻里 结合和分开都不是戴安娜和查尔斯能决定的 就连众人的期望都比他们意见重要 于是双方带着对彼此的怨恨 开始了商议离婚协议 双方都请了以不让步和讲和能力闻名的律师 看着都不是奔着迅速达成协议的目的去的 戴安娜这边要求保留肯兴顿公的住所 以及圣詹姆斯的办公室 此外还要求查尔斯一次性支付 三千五百万英镑的和解费 查尔斯听到条件后 气愤不宜找卡米拉吐槽 而此时的卡米拉情况也不容乐观 狗仔蹲守在她的公寓楼下 她只能拉上窗帘躲在房间 就连出门也必须偷偷摸摸 为了改善卡米拉的状况 查尔斯给她推荐了一位公关专家 几天后卡米拉如约来见公关专家马克 还没坐下外面就出现了状况 她的车正要被拖走 好友出门帮她处理 她看向窗外不由地想起戴安娜 接着她说起报纸对自己的评价 什么粗糙苍老的皮肤 没修过的眉毛等等 马克安慰她后询问她的想法 而卡米拉表示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跟查尔斯彻底分开 另一个就是努力争取权益 显然她不想选第一个 现在就是怎么做好第二个了 马克给她建议 现在若想尽快树立正面的形象 最好的方法就是 让查尔斯尽快友好的解决离婚问题 晚上卡米拉将今天的见面说给查尔斯听 还表达了对马克的欣赏 最后还提议查尔斯改参一同去见见 另一边担心事情发展到不好的局面 伊丽莎白找来首相媒介 希望她能从中调解 让查尔斯和戴安娜能尽快达成离婚协议 梅杰还未开口 伊丽莎白就提起她在北爱尔兰事务上的出色表现 有表示她是要一个讨人喜欢 容易让人信任的 这一痛功为谁扛得住 梅杰嘴角抑制不住地笑表示她答应了 可回去后妻子却对这件事很是不满 本就工作忙碌的梅杰 在接下调解的活 那她就会错过周末跟孩子的约会 无奈她已经答应了 次日梅杰就开始了她的行动 她先来找了查尔斯 见她对戴安娜提的要求很是不满 梅杰表示戴安娜索要和解费 也许只是想确保她未来能够独立生活 不再受制于她 可查尔斯却不这样认为 了解完这边梅杰又来到戴安娜处 她绝口没提查尔斯的不满 而是表示查尔斯已经准备了一笔可观的报仇 但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永远不再公开场合 以任何有损名誉的方式谈论君主和她这段婚姻 两边都没有成效的梅杰只能无功而返 这边查尔斯卡米拉一起约见了马克 坐下后马克提起之前戴安娜接受的采访 那他们便可扭转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而首先要做的就是以慷慨的和解费搞定离婚协议 站在道德高地解决这个问题后 他们就可以慢慢将卡米拉带到公众眼前 查尔斯考虑后最终决定退步 按戴安娜的要求完成协议 次日首相梅杰作为中间人向伊丽莎白汇报 称双方之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 但不是她的功劳 很快双方达成协议 各自签署了离婚协议 成功离婚的查尔斯 在庆祝时却没有想象的高兴 戴安娜也是强颜欢笑 次日查尔斯接到了母亲伊丽莎白的电话 先是为协议签署成功让她放心 接着表示和解费会从王室专项基金中支付 最后她提起了戴安娜 查尔斯有些惊讶 母亲说出的话 若有所思起来 次日她开车出门进来了戴安娜住处 戴安娜紧张地整理衣服头发 望着窗外的身影 她故作轻松地打开了门 对这句玩笑两人都不自觉地笑了 查尔斯也夸起她那样打扮甚至更漂亮 戴安娜一时间竟有些脸红 回想起之前的婚姻 查尔斯反省自己称赞的话说得太少 得知她没吃饭 戴安娜便准备去厨房弄点吃的 查尔斯自信知道厨房在哪 可以抬脚方向就错了 随后两人坐下吃早餐时 查尔斯提议复盘一下这段婚姻 她首先承认自己跟戴安娜独处的时间太少 给的爱也太少 戴安娜也承认自己抢走了她的风头 导致她遭受攻击 一开始一切还都正常 可话题渐渐转移 查尔斯一听开始替卡米拉有些不满 随后话风就开始变了 查尔斯指责戴安娜发表的那些言论 说她不适合当国王 说不希望孩子继承与生俱来的权利 戴安娜表示她的本意是 国王阻碍了查尔斯做一些她喜欢的事 至于孩子她不希望儿子以后像查尔斯一样痛苦 查尔斯表示她最大的痛苦 就是何想毁掉自己的人结婚 还在这段婚姻中消磨这么多年 她质问戴安娜这么痛苦 当初为什么要嫁进来 也许这就是戴安娜在这段婚姻中最悲哀的地方 错把王室当作一个普通家庭 接着她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十个多年这个答案 查尔斯终于说出来了 戴安娜听完报复性地告诉查尔斯 被戳中痛点的查尔斯大怒 心中仅存的一点内疚也没有了 关门声响起 戴安娜坐在桌前痛哭起来 听证会上法官正式宣判两人的婚姻终止 随着公章缓缓落下 戴安娜和查尔斯维持了15年的婚姻 就此彻底落幕 那场轰动几个世纪的婚礼也终究成了历史 离婚后的戴安娜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 电视机里传来关于支持君主制的投票活动 她拿起电话 一遍遍地投出了反对票 电视中主持人让身后民众选择 是否想见到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 看着电视里清一色的红色反对牌 戴安娜直接笑出了声 另一边伊丽莎白迎来了她又一岁的生日 全家齐聚为她庆生 拆礼物环节 查尔斯的礼物 伊丽莎白只是礼节兴到了些 便匆匆放下了 而拆到安德鲁的礼物时 她则爱不释手 还拿着向菲利普展示 稍后五宴上 查尔斯扫兴地提起昨天的投票 还兴致勃勃地说起一半人反对君主制 反对王师的存在 根本没注意到众人不悦的神情 这时弟弟借调侃她打断了对话 查尔斯一时有些尴尬收住了话头 随后说起中国准备收回香港 伊丽莎白让查尔斯带自己前往香港 马格丽特提出疑问 这种重要场合不应该君主出席吗 菲利普给出了答案 回去后查尔斯和助手商议出巡计划 原计划去相党三天 然而查尔斯提出 想趁机跟卡米拉在不列甸尼亚号上度个小假 顺便私见一下未来首相布莱尔 此时的工党领袖布莱尔在首相大选中盛事明显 果然不出所料几日后 布莱尔以压倒性优势赢了保守党 梅杰下台布莱尔入主唐明街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和多迪再次出场 穆罕默德此时已经是全英最大百货公司的老板 多迪也因烈火战车获奖而成名 此时的他还找了一位女朋友 想要带给父亲看看 于是两人乘坐私人飞机回家 在酒店吃饭时 穆罕默德对多迪的这位新女友很是不满 因为他想进入上流社会的想法一直都在 而多迪的婚姻无疑是一个好的方式 两人意见不和不欢而散 几日后穆罕默德在一场芭蕾舞表演上 看到了独自坐在包厢里的戴安娜 随即就有了一个想法 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进入上流社会的钥匙吗 于是他主动邀请戴安娜共进晚餐 可尽管离婚风波过去很久 可狗仔还是紧盯戴安娜不放 企图在他身上找到新的新闻价值 三人共进晚餐时 戴安娜提起卡米拉五十岁生日快到了 查尔斯准备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 他到时不想待在国内 然而他带儿子们去美国度假的提议 因为安保原因被白金汉宫拒绝了 穆罕默德一听 这机会不就来了 他极力邀请戴安娜同他们一起去圣特罗佩度假 而且他还拥有最好的安保团队 这边卸任的梅杰来找女王告别 他带领的保守党惨败让他很是挫败 伊丽莎白安慰他 无论历史学家怎么说 他在自己心目中 永远都是一位名列前茅的优秀首相 梅杰听完心情好转了许多 他也未没能在任期内 申请下来不列颠尼亚号的维修经费 向伊丽莎白表达了歉意 临走时伊丽莎白问起他对新首相的看法 梅杰直言除了他的领导风格不同之外 他也是自1812年以来最年轻的首相 而他能带领工党在18年后再次重掌政权 也说明了他能力出众 最重要的是他能掌握国民的情绪 梅杰前脚刚走布莱尔后脚就到了 会见女王时针对不列颠尼亚号 他提出了新的想法 那就是民间富商购买邮轮 由王室租借 而不列颠尼亚号也将更名新英国号 而新英国则是布莱尔的政治口号 伊丽莎白不能接受这个提议 于是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去往香港的飞机上身为王子的查尔斯 被安排到了商务舱 而布莱尔等政客则坐在头等舱 随着连部的缓缓拉上 似乎预示着军权的逐渐没落 到达香港后 查尔斯在大不列颠尼亚号 整理着装准备出席五个小时后的交接仪式 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在香港完成主权交接 超过150年的英制政府在这一日宣告结束 查尔斯看着降下的英国国旗 也看到了日渐衰弱的英国 他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发表完讲话后 随着中国国旗的缓缓升起 香港正式回归 完成仪式后查尔斯在不列颠尼亚号上 单独会见了布莱尔 为拉近距离他一上来就借历任首相的年纪 来夸奖布莱尔年轻有为 接着又表示两人年龄相当思维相似 将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他甚至推心置腹地表示 王室成员的古板固执 还有他身处期间的无奈 包括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 布莱尔当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事后跟妻子说起时 他坦言自己当时很惊讶 查尔斯如此直率地指出女王当政的不足 也毫不掩饰自己想继位的野心 很快查尔斯私下会见首相 和与卡米拉在不列颠尼亚号上度假的事 同时传回了白金汉宫 一起而来的还有戴安娜 申请带儿子硬木罕莫德法耶兹 邀请去度假的事 处理完这件事后 她召见了查尔斯 一见面她就亮明了自己的位置 伊丽莎白提起查尔斯去度假的事 她对查尔斯将不列颠尼亚号 当作与卡米拉外遇的场所表示不满 查尔斯试着更正母亲 她现在是单身 这个话题很快就因双方的不快终止了 话题一转来到首相身上 伊丽莎白训斥她不应该单独会见首相 并声明王室中能与首相 有直接关系的只有君主 女王简短地回答她 君主是一个终身的角色 查尔斯见状提起之前的投票 表示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 王室沦为了全国电视节目的笑柄 两人又一次不欢而散 故事的最后戴安娜在收拾东西 准备带着儿子们去赴约 多迪也向女友正式求婚了 穆罕默德在邮轮上等待着她的计划开始 伊丽莎白则在不列颠尼亚号退役前 最后回到了这艘邮轮上 看着邮轮里的每一处 都有她过往几十年的回忆 她满含不舍地跟她做了最后告别 1997年11月 不列颠尼亚号在普利茅斯港正式退役 之后停在爱丁堡对外开放参观 第五季到此结束了 下季见